墨西哥首都星期五傍晚五点半传出里市7.2级墙震 镇压位于瓦哈卡州皮诺特帕以北53公里处 震源只有24公里 属于极浅层地震 地震发生时建筑物不断传出隆隆声响 吊灯也不断左右摇摆情况害人 这波墙震一共持续了超过一分钟 剧烈的天咬地动吓坏当地民众 大家神情紧张 纷纷到户外避难 民众拍摄到的画面显示 事发后有救护车经过 截至目前为止 当局还没有公布地震死伤报告 但是在这四场灾情的内政部长纳瓦雷特 和瓦哈卡州长的直升机准备着陆时 突然发生碰撞 导致地面上有两人不幸死亡 这场七级大地震同时导致部分建筑物出现裂痕 墨西哥国家地震服务数据显示 当地传出至少59次雨震 首都和南部城市有数百万户家庭和商店 面临断电的窘境 人心依然惶惶 居住了 烤玉伙 居住了 烤玉伙 肝立 居住 居住 厨在 居住 地震 育 谢谢大家